大家好 我是高仇兆宇 香港有件事比國安法更可怕 這件事叫計安法 什麼是計安法呢? 即是指維護12隻MIRROR安全法 只要有任何評擊12隻MIRROR的行為出現 即是評擊是合理 又或者沒有配合那12隻MIRROR 例如那12隻MIRROR生日時沒有送上祝福 那12隻MIRROR活動時沒有幫忙宣傳 這樣就很糟糕了 會違反計安法 整班鏡粉圍攻你 胡亂扣你母子 說你不支持年輕人 是CCTVB的人 是親中人士之類 搞到你很麻煩 不是說玩 這件事真是好惡 有不少人已經搞過了 鏡安法 真是麻煩 事實上的 最近有不少黃店表示 他們之所以被人唱衰 竟然不是因為立場政治問題 不關政治事 不是親中人士教他們 而是鏡粉教他們 老闆表示 有些鏡粉會質問他們 為何你這間店沒有MIRROR的海報 你不貼MIRROR的海報 哦 你是親中 你是偽親民主 你是支持CCTVB 不支持年輕人 我會叫人霸食你 那些黃店 這樣遭受攻擊 搞到不留意MIRROR的老闆黑人問號 在問人怎樣算好 嘩 鏡粉又衝出來 之前他們在網上的行為都領教過 鏡安法打壓所有反對聲音 有人作出 有建設的批評 都會遭受他們網絡攻擊 我不是鏡粉 然後說到別人看毛原褲 現在不搶MIRROR 什麼都不說 那都還差 其實真是很瘋狂 追星追到實在紅 黃店貼MIRROR沒事吧 這些地方 不是什麼MIRROR應援店 貼MIRROR的東西 玩東西嗎 現在形勢 黃店經已難做 還在這裡搞多黃店幾事 這班鏡安真是 不是鏡粉 是鏡安 可以當他們是另類親中人士 短短幾年時間 沒想到香港會這樣 追星追到實在紅 認真 貼MIRROR海報 就真是親中了 眾所周知 ViuTV是國務院台 和CCP有直接關係 支持MIRROR這對國務院男團 就是等同支持CCP 貼這些東西 見到必定不吃 掉頭走 正視聽 現在香港的電視台 全部都清一色 算了 BTW 那些鏡安過佬的結構 都很簡單 只懂得不是黑就是白 非黑即白 不支持Feel 就是支持TVB 喂 不好玩了 如今網絡年代 沒有多少人還會看香港電視台 我想很多都是看網上東西 Netflix還是那些為主 如今年代 都這麼多娛樂選擇 不支持Feel 不等於就是要支持TVB 聰明一點 唉 當年站出來的人 看到現在這樣 真是會很傷心 如今香港 哈哈 真是和光州事件之後 南韓獨裁政府 那套娛樂圍巡 轉移市民視線玩法好詞 頭腦要清醒 遠離MIRROR